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峰的脑袋上还缠着纱布 从容不迫地指挥我为他吃蛋糕 少爷 您没伤着手 这就不用我来喂了吧 我皮笑肉不笑 凌峰抬手捂住了脑袋 呲牙咧嘴 头疼 我认命了 转身去取他想吃的东西 等我再回头时 凌峰已经被人群淹没 十来个非富即贵的人将凌峰围在了中间 七嘴八舌地询问他的伤势 凌峰抬起两只手轻轻朝下一牙 如同一个舞台上的指挥家 让众人止住了话茬 小商 不小心磕到了而已 凌峰说 嗯 正好磕我的花瓶上了 我端着蛋糕站在不远处 十分有眼力见的 没有打扰他们的交谈 他们在说股票 说文丸 说要买个导度假 凌峰从人墙中扒开一条缝探出了头 云渺渺 你站那么远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你得贴身照顾我 也许是贴身两个字过于暧昧 众人看向我的视线顿时多了几分审视 少爷 我对上了凌峰目光 我还在给你挑蛋糕 凌峰看着我手上的蛋糕 一咕噜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 戳了一下我的额头 恨铁不成钢地说 本少爷对荔枝过敏 记住了吗 坠着剔透荔枝的那块蛋糕 被凌峰放了回去 我一愣 那其实是我给自己拿的 我爱吃荔枝 哦 凌峰也一正 随后将面前桌上的荔枝蛋糕 全盘端走 在一片见鬼式的目光中 又坐回了轮椅上 轮椅旁有人因为这一幕而嘴角抽搐 指了指我 凌少 这位是我的保姆 那你的伤 我不都说了吗 小伤 凌峰将一大盘沉甸甸的蛋糕 平稳放在腿上 朝我招了招手 云渺渺 推我去见我爷爷 我快走了两步 推着凌峰远离了人群 身后有人轻责了一声 似感叹似细细 还真是小伤啊 凌峰指挥着我 让我转到去花园 不是要去见你爷爷吗 笨呐 去见长辈的话 你不就没有机会吃荔枝蛋糕了吗 生辰宴正式开始时 我已经被蛋糕腻得连话都不想说了 凌峰透过巨大的落地窗 看着外面的花园 兴致勃勃地指着我刚刚和他小坐的地方 说出了自己的伟大构想 把那亭子推了 种棵栗枝树 不 种两棵 少爷 在北方种栗枝树的话 你还得在那儿搭个大棚 透过窗户我简单笔划了一下 旁边的亭子也得跟着拆掉 我就喜欢你这种不扫兴的人 凌峰扭头看了过来 眼睛亮晶晶的 云渺渺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在果园里干过活 凌峰眨巴了一下眼睛 不识人间疾苦的凌小少爷 脑子好像要卡住了 他好像很震惊 我皱了皱眉 不明白承包击白母果园 对他而言有什么好震撼的 好在这时候 凌峰的爷爷陷了身 我结束了话题 把凌峰推了过去 老寿星精神绝朔 正接受着众人的祝福和恭维 一众儿孙都在身旁 林老爷子当场踹了一下凌峰的好腿 装瘸装到你爷爷面前来了 凌峰登时 整个缩到轮椅上 把自己团成了一团 我是真的磕到脑袋了 你用脑袋走路吗 看来是要好好叫训教训你了 林老爷子哭笑不得 凌峰闻言 连芒朝等在一旁 毫无存在感的我喊道 云淼淼 快来救我 我爷爷要收拾我了 云淼淼这三个字 在今晚出现了太多次 不少人都已经习惯了 凌峰叫魂一样的喊法 但刚刚感到的林老还没习惯 挽着他胳膊的安于锦 更是失手滑落了酒杯 酒杯落在地毯上 声响闷闷的 像是在我心里敲了一几股 任谁也没想到 我们三个会在这种场合相遇 穿着昂贵晚礼服的林老 凝望了我几秒 低头安抚般的 拍了拍安于锦的手背 我听不见他低语了什么 但是从嘴形辨别应该是 别怕有我在 怕谁 怕我吗 我有些争忠孩 有些不明所以 安于锦和林朗 很快就融入了林家人 其乐融融的氛围 凌峰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 中途被旁人叫走了 而我也被林朗借机 拽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林朗抓着我的手腕 语气和当初管教我的时候 一模一样 当保姆 给林峰当保姆 林朗轻声重复一遍保姆这两个字 极为短促地扯唇吃笑了一声 抓住我手腕的那只手更用力了 林淼淼 这就是你选择的人生 从孤儿院跑出来当混混 退学 教了一堆狐朋狗友 不学无术 现在给人当保姆 林朗说话一向不留情面 我承认我脆弱的自尊心被他伤到了 我甩开了林朗的手 反唇相击 同样都是孤儿院里出来的人 同样是靠着自己的双手赚钱生活 你又比我高贵多少 我顿了一下 平复心血后强调道 我再说一遍 我的朋友不是狐朋狗友 他们都是最好 最好 顶尖好的人 而且我现在叫云淼淼 他深吸了一口气 你还真是死心不改 林朗话音刚落 和舅舅结束谈话的林峰 就找了过来 我被林朗堵在角落里 听见林峰的声音响起 谁啊你 把云淼淼带到这儿来干什么 角落里的灯光不算明亮 林朗转头时 林峰才看清是谁 林朗 放开他 他胆小 你别吓着他 胆小 林朗好像听到什么笑话似的 用只有我和他能听见的声音 略带讥讽地说 云淼淼 你这么会骗人 以前我居然会和你相依为命 靠这么近干什么 我说了他胆小 你听不见啊 林峰扒开了林朗 把林朗扯了一个猎起 与林峰比起来 林朗要沉稳许多 稳住身形后 他理了李秀口语气成欲 不论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都别去靠近于锦 他好不容易才走出你带给他的阴影 我抬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尖 谁 我吗 面对我的疑问 林朗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离去 我都没反应过来 中途插入的林峰就更茫然了 你认识安于锦 以前是朋友很久没见过了 你们是亲戚 林峰撇了撇嘴 她是我同父一母的姐姐 林朗是她的未婚夫 你呢 你和林朗也认识吗 巧了 我和她是兄妹 兄妹 林峰拔高了音量 林朗不是棍儿吗 同一个孤儿院讨礼的出来 一父一母的兄妹 那后来怎么分开了 因为没钱 我耸了耸肩 无意识地妈撒了一下指尖上的茧 她成绩好考上大学和安于锦 去了其他地方 我因为一些事被退学了 留在了小城里 林峰沉默了半赏说 云渺渺 你好呆哦 我给你多种几棵栗枝树吧 我也不知道 林峰为什么会觉得我呆 我头一次遇见她 是在商场 那天我刚到这个城市 有人在商场对一个女孩耍流氓 林峰见义勇为 被其中一个彪形大汉 一拳揍出了鼻血 我路过一通猛拳 将耍流氓的三个人垂翻在地 保安匆匆赶来 商场负责人紧随其后 林峰捂着鼻子 双眼放光地看着我 含糊不清地说 怪力女侠 商场负责人 一边安抚受惊的女孩 一边对着林峰接连道 一口一个少爷 林峰绕过负责人朝我伸出了手 怪力女侠 你好 我是林峰 看着林峰沾染着鼻血的手 我有些嫌弃 只勾了勾她干净的一截手指 你好 脆皮少爷 我是云淼淼 萍水相逢 我转头就把这件事 抛在了脑后 但很快我就和林峰从逢了 我入职了一家家政公司 而林峰正在以极为严苛的条件 招聘保姆 她的少爷脾气少有人能应付 唯一的优点 就是给出的薪资极高 我因差阳错入选 最后被敲定成了她的保姆 住进了她的别墅里 至于她头上的伤纳 更是一个意外 简言之 她被人算计中了药 逃回家里时 整个人都快没有了理智 把我扑倒在了沙发上 为了控制自己 林峰把嘴唇都咬破了 红着眼给我道歉 让我快走 看着林峰可怜兮兮的模样 我一把抄起花瓶 把她砸晕了过去 抱着她去了医院 我有多年打架经验 下手非常有分寸 可醒来后的林峰 竟然直接坐着轮椅讹上了我 我从住家保姆 成了她的贴身保姆 她就像一个挂件似的挂在了我身上 又因为那晚吓到了我 所以她笃定 我其实是个很胆小柔弱的人 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我的胆子有时候确实没那么大 林峰看人还怪准的 和林朗意外从逢后 陈峰多年的被她丢下的回忆又涌了上来 听说她现在是商业新贵 很快就会和安于锦结婚了 安于锦的妈妈是林峰爸爸的初恋 林家人棒打鸳鸯 为了产业逼着林峰的爸妈结了婚 以至于安于锦的妈妈 怀着她远走她乡 后来林家的生意越来越稳固 林峰的爸爸毅然决然地离了婚 把安于锦母女接了回去 虽然没有改回林姓 但是从血缘上来说 她确实是林峰的姐姐 不过我始终不明白林朗为什么说 我给安于锦带去了阴影 那天她的表情就像在告诉我 当着林峰的面 她不把事情捅穿 好歹给我留点面子一样 在那场生辰宴后 我连着两晚上梦见林朗 还梦见那所光线暗沉沉的孤儿院 年过五十的院长带着宁笑 在朦胧光影中靠近 呼吸间喷出来的气息令人作呕 我从噩梦中惊醒 浑身都是冷汗 拖着发麻的身体去客厅接水喝 林峰的别墅里只住着我和她两个人 她这人乖僻得很 看起来好相处 实际上外热内冷 所以很少带朋友回来 我的房间就在一楼 推门而出时 我被客厅里的景象惊了一下 沙发上加上林峰 居然一共坐着三男一女 正凑在一起低声说话 推门声响起 四个人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其中一个年轻男人 长松了一口气 你可算醒了 我终于能正常说话了 另一个人拍了拍林峰的肩膀 面无表情地吐槽 我看你才是这栋房子里的保姆 你懂什么 林峰切了一声拍开了她的手 我听了两耳朵 一息辨别出他们在说林峰重要的事 对林峰下手的人已经被找出来了 这种手段实在太脏 我没什么兴趣 喝了一杯温水后 又十分敬业地 给那四人各倒了一杯水端了过去 水杯被我放在茶几上 林峰对我咧嘴一笑 随后看向另外三个人 说谢谢 整齐划一的三声谢谢响起 听得我的手一抖 方才调侃林峰的男人倒完谢 面无表情地将话题又扯了回去 你打算怎么处置 林峰眉头轻皱 一旁笑意温柔 染着粉色波浪的卷发女人 抿了一口水 温声细语地说 不如丢公海里喂鱼吧 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了一排问号 这是能说的吗 这是我能听的吗 林峰疼了一下站了起来 飞快地捂住了我的耳朵后赤道 去去去 说什么呢 什么喂鱼 见三人不说话了 林峰才收回了手 低头问我 没被吓着吧 你别听他们瞎说 都是没有的事 开玩笑呢 我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被吓到 仍旧面无表情的男人 开口问林峰 那你打算怎么做 林峰咬紧了后槽牙 交给警察 那个像是戴着面具的男人 终于被林峰的话 击碎了假面 露出了一丝欲言又止的 扭曲神情 你们林家争家产 现在都开始走这种程序了 本少爷 一直都是个遵纪守法的人 林峰看着我挂着笑 一字一顿 坚定地吐出了这句话 是 少爷是好人 我朝凌峰竖了个大拇指 转身离开了客厅 再待下去 我怕自己被丢去公海喂鱼 和上房门后 我掏出了手机 开始查看那些未读的消息 置顶的群聊中 有人发了语音 哀嚎一般地叫着我的名字 云渺渺 你不是去体验家政生活了吗 开家政公司的地方 我们已经选好了 你怎么反而没信了 失策了 这次雇主没有参考异议 我回复 发语音的人是齐蒙 他是我逃出公安院后 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群里的人基本都是琳朗口中 我的那些狐朋狗友 这些年前是一毛一毛正的 事事一点一点往前推的 从果园到农场 从工厂到家政公司 我和齐蒙想得很简单 自己赚钱了 不能忘了 在那座小城里 给过我俩饭吃的人 写字楼容不下他们的身影 但这世上 总有适合他们的 能赚钱的岗位 我回复后 群里瞬间热闹了起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我被快速闪动的消息 谎得眼韵 滑出去聊的页面后 我才发现 有人给我发来的 好友申请 看着好友申请上的 安于锦三个字 我迟疑了一下 点了同意 我记得安于锦 笑起来很漂亮 那时候我在小巷里抬头 能看见他家的窗户 那是栋小洋楼 窗明激进 墙面上是紧促的月计 他和他妈妈刚搬来不久 我天天都能看见 他在那扇窗户里 拉小提琴 我和他熟起来是因为他家 每个月都能积攒出很多止咳 而我在周末回收废品 上门服务 阿阿姨偶尔会在我和朋友 搬完废品后 让我们进去喝点东西 他塞给我们的饮料盒子上 是看不懂的英文 我打开喝了一口 瞬间皱紧了一张脸 不喜欢吗 阿阿姨笑得温柔极了 我耸了耸鼻子 嗯 有点像红薯的味道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 有点像红薯烂了的味道 我说完以后 安于锦从房间里探出了头 妈妈 我就说 有股红薯味吧 不止我一个人不爱喝 安于锦穿着吊带裙 赤脚踩在地板上 朝我走了过来 你也不爱吃荔枝吗 太好了 我也不喜欢 原来这是荔枝的味道 我和秦蒙对视了一眼 秦蒙小声道 挺贵的 好像很多人都喜欢 安阿姨依然保持着 得体的微笑 同安于锦说 这是你爸爸特意给你买的 你怎么会不喜欢 安于锦咬了一下嘴唇 不好喝 所以不喜欢 于锦 以后不要再说 这种不懂事的话了 温温柔柔的声线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突然有些局促 随后就留意到了 安于锦锁骨上的伤痕 红色的痕迹 在他白皙的肌肤上 格外瞩目 你受伤了 我说得结结巴巴 安于锦好像已经习惯了 安阿姨的强势 没有再去争辩什么 听见我的话后 他低头看了一眼笑着说 这是秦吻 小提琴压出来的 秦吻 从来没听说过的词 我有些好奇 不疼吗 安于锦牵过 我还没洗干净的手 放在了他锁骨的红痕上 不疼 以后我可是要当小提琴家的 我用一个人登自行车 去回收站的条件 从另一个朋友手中换来了 他那瓶没开封的荔枝饮料 夜里那瓶饮料 被我放在了林朗的书桌上 我和林朗住的地方 是他外婆的房子 外婆已经去世 只剩下我和他相依为命 我是在林朗被他外婆 接出孤儿院后 自己偷偷逃出来 拿着他留给我的地址 跑来投奔他的 我和他成立一对 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 他姓秦 我自然也姓秦 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那些复杂的函数 几何 只要落在他手里 总是能迎刃而解 他的成绩比我好太多 所以我自告奋勇 承担起了生活的杂事 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 我问林朗那饮料好不好喝 林朗一边走一边 翻着单词书 头也不抬地说好喝 他在查饮料盒上的陌生单词 我百无聊赖地 踢着路上的石块 忽然听见 有人趴在围墙上 朝我拍了拍手 我抬头看着墙上 笑得见牙不见眼的少年 刚要打招呼 就被林朗拽到了另一边 我说了 不要再和这种人来往了 这种都是没前途的混混 林朗耳提灭命 我垂下头小声反驳 它不是混混 只是上不起学 我们是在一起回收废品 回收废品能有出息吗 林朗反问完叹了口气 加快了步伐 我跟在林朗身边 揪着书包袋子发呆 可不回收废品的话 菜钱 教辅的钱 水电费的钱 该从哪来呢 但我还是没有把这句话 问出口 因为多年来的经验 告诉我 林朗比我聪明 它应该才是对的 同样是在那天 安于锦转了校 成了林朗的同班同学 我是在放学的时候 看见他们俩 一起走出来 才知道的这件事 我照例在校门口等林朗 安于锦看见我 激动地朝我挥了挥手 渺渺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上学了 林朗默认了安于锦的话 她的手里握着一瓶新的饮料 安于锦挽住了我的胳膊小声地说 以后我妈给我的饮料 可算是有人帮我喝了 我头一次看见林朗自卑 但我能理解她 因为我在安于锦面前也会自卑 那栋小洋楼 把我们仨分割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所以在看见林朗给我留下的那封信 说她和安于锦一起离开了的时候 我居然没有特别震惊 只是胸很闷 闷得让我觉得自己像条冰死的鱼 小洋楼被卖了出去 墙上的乐计因为疏于打理也不再鲜活 时隔多年我不知道安于锦 是从哪儿得到的我的联系方式 但在她提出想要和我见一面的时候 我还是答应了 在咖啡厅里 我和她面对面坐着 又黑又直地长发披散在她的背上 我下意识地去看她的锁骨 她察觉我的目光 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我早就不练琴了 我垂眸搅动着咖啡杯里的方糖 听说你们要结婚了 恭喜 渺渺 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我听林朗说 你在给林峰当保姆 我点了点头 安于锦抿了一下嘴唇 我给你在其他地方 安排一份新的工作吧 轻松一些的 我的手顿了一下 不用了 对了 我听林朗说 你好像很怕我 方便告诉我为什么吗 安于锦目光闪躲了一瞬 隔着玻璃 看向了街头来往的行人 没什么 被蒙在鼓里的不是感越来越重了 闷得我有些烦躁 你不告诉我 我只能直接去找林朗问了 安于锦看起来很抗拒 我和林朗见面 只好缓缓回答 你的朋友里有人威胁恐吓我 什么 我因吃惊而瞳孔颤动 谁 你别问了 他们威胁 我要我远离林朗 怕我把林朗从你身边抢走 安于锦眼眶湿润 我捏紧了拳头直接作响 于锦 你恐怕还不知道 当年的朋友和我一直有联系 我可以现在就把他们叫来和你对峙 安于锦眼眶的红衣淡了两分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渺渺 你是在怀疑我说谎吗 我是受害者呀 而且当时林朗也看见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把他们看得那么重要 告诉了你 你就会站在我这一边了吗 谁是对的 我就会帮谁 我和安于锦话赶着话 就像当初在学校里 有人莫名其妙欺负你 我也会选择帮你 够了 安于锦站了起来 语气急促 我不想再提以前的事 也不想看见你的那对朋友 我今天找你是希望你囊 别打扰我现在的生活 安于锦深吸了几口气 接着说道 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 才会被勒令退学 我可以给你一笔非常丰厚的钱 弥补你这些年吃的苦 但你别再给林峰当保姆了 离我们都远一些吧 你好好考虑一下 明天之前给我答复 安于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咖啡厅 我静坐了半场 打开手机 在置顶群聊中发了一条消息 在老家的帮我查查 当年有没有人偷偷欺负安于锦 很快就有人回复了我的消息 安于锦 当初咱们不是一伙的吗 哪有人能欺负自己人啊 紧跟着的是几条附和的消息 我回到 总之先查了再说 两个月试用期结束后 我打算终止和林峰的雇佣关系 开始全心忙活开家政公司的事 林峰脑袋上的伤早已经痊愈 我收拾行李的时候 他一言不发地走了过来 按住了我的手 三倍工资和我续约 我头也没抬地回答 和钱没关系 五倍 十倍 二 我反手捂住了林峰的嘴 把他推了出去 被拒绝的林峰回到客厅 把自己整个人都窝进了柔软的沙发里 在我打包好行李后 沉默了半天的林峰 冷不丁开口 不论安于锦给你多少钱让你离开 我按十倍给你 我转身没能看清林峰的表情 林峰停顿了一下缓缓道 或者我把他赶出林家 帮你出气 我已在门边双手抱在胸前 偏头看着林峰 他说要给我五十万 林峰吃了一声 他就这么打发你呀 你别答应他 我没答应 林峰愣了一下 他钉了过来 那你为什么坚持要走 我只是不想做这份工作了 林峰嘟嘟当当地吐槽 说得好像你要改行一样 为什么不能改行 我随口回答 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的 餐饮 种植 流水线拧螺丝 家政可不会是我的终点 林峰厚仰了一下身体 打工狂人啊你 我笑了笑 觉得他给出的这个称呼还不错 我拖长了声音 你是怎么知道 安于锦给钱让我离开的 安于锦和二堂哥联手针对我 想把我赶出公司 我当然要人盯着他 知道你和他的谈话纯属偶然 林峰语气平淡 仿佛在点评今天的天气 我挑了挑眉 看来少爷也没有看起来那么笨嘛 林峰抱着抱枕 换了个姿势趴在沙发上 仰头看着我 既然你想改行 不如来给我当助理吧 我哑然失笑 为什么非得是我呢 你是怪力女侠呀 可以保护我 就因为这个 还因为你聪明 正直 善良 我就喜欢你这股傻劲 就像之前你明明知道我是装病 但还是会认真照顾我 林峰哀叹了一声 翻身盯着天花板 本少爷从小 爸爸亲妈不爱 只能靠装病吸引他们的注意 希望能得到一点点关心 可是每次我都会被拆穿痛骂一顿 只有你一个人会陪着我演戏 自嘲也没能掩盖住 林峰突然泛红的眼圈 我没又戳穿他的故作轻松 静静地拉过行李箱 走向了别墅大门 林峰将胳膊横在眼睛上 挡住了视线 无情吐槽 这灯好亮 明天就让人把它拆了 少爷 在大门前我暂停了脚步 扭头看向林峰 等我忙完这阵子 会回来找你玩的 这灯就别拆了吧 毕竟是前两天刚换的 而且 还是我扶着梯子 林峰亲自上手换的 多有纪念意义啊 林峰哼了一声 嘴又碎了起来 不拆就不拆呗 果然我才是这个家里的保姆 开公司的是进行的如火如荼 在赚钱的事上 我的精力总是尤其旺盛 甚至还能偶尔抽空 给林峰寄一些果源自产的 当季水果 虽然林峰这个雇主 不具有参考意义 但是家政生涯积攒的经验 还是很有价值的 起码更能理解 入职员工的实际需求 齐盟也抽空组织了一次聚会 专门迎接留学归来的云子宁 云子宁是我的邻居 我改姓云 就是从他的名字上来的 他比我还要小两岁 有个重病在床的爸爸 全家入不敷出 那时候他想要辍学 我们一堆人蹲在他家墙根底下 合计了半晚上 最后拍板决定 他这学还是得上 学费和生活费嘛 大家凑一凑 挤一挤 不就出来了 云子宁把头埋在膝盖间 闷声闷气地说 不读了 我得留下来照顾我吧 必须读 我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你继续读下去 未来才有指望 你爸我们会照顾的 一言激起千层浪 大家七嘴八舌地附和 硬是把他送回了学校 我们都想得简单极了 他脑子转得快 只要他还愿意学 学到哪儿 我们相互帮着就攻到哪儿 而且朋友间不止 他一个人还在读书 在学校也有人能照应他 云子宁回到学校后 一路突飞猛进 朔博连读 奖学金拿到手软 随后又出国留了学 当时我乐得两眼都在冒光 法学呀 那可是法学 云子宁一出机场 就被拉到了聚会的地方 连着闹了好几个小时后 我躲到了阳台偷懒 不一会儿 云子宁也跟了出来 和我一起靠在栅栏上吹风 我和他说起 小时候我偷吃他的盒饭 把他气得直哭的事 他笑了眼泪都出来了 最后乌液着趴到我的身上 苗苗 我会当一个好律师 我知道 就像我知道 他当初为什么会坚持学法一样 在改名之前 我当了十多年林苗苗 这名字是孤儿院的人给我起的 太轻了 轻到让我觉得 自己这条命不值钱 在逃离孤儿院前 我戳伤了院长的胳膊 当时我十一岁 被他拉去办公室的时候 我一直盯着 那扇新化好的玻璃窗 之前我在外面用石头 砸碎过那扇窗户 我期待着有人能像我一样 再把那扇窗户砸碎 可那窗户始终完好 干净透亮 我已经记不清老院长的模样了 只记得他朝我伸出了手 肥腻的触感让我作呕 我挣扎 反抗 最后用他桌上的钢笔 戳伤了他的右胳膊 终于狠下心逃了出去 在那之前 我从来不敢想离开孤儿院的事 因为从有记忆开始 我就待在那 林朗和我关系最好 他离开前给我留了地址 所以后来 我去投奔了他 他的外婆给了我一个容身的地方 但我和林朗都默契地没有提起过 孤儿院里的事 那是一种朦胧的认知 分辨不清 但是我和他心照不宣地 觉得某些事是错的 至于后来我们终于知道 哪里不对了以后 就更加不愿意提及了 在林朗跟着安宇锦离开后 我曾见过一次那个院长 他更老了 也不再那么胖了 他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 可他的胳膊上还留着 我戳出来的伤痕 而我僵硬着身体 连蛇根都在发麻 去指证了他曾经猥亵过我 我固执地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 起码后来他真的进了监狱 但随之而起的是 关于我的流言 奇蒙捂着我的手 问我后不后悔 我仰头看着屋檐上滴下来的水 不知道怎么回答 是后悔的 因为我明明可以躲着 装作忘了这些事 可当时我的心咚咚地跳 告诉我得去做一些对的事 隔天夜里 云子宁飞奔着找到了我 他没有表情 让人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 一副异常冷静的样子 改个名吧 别再姓秦 这样那些人就不会盯着你了 云子宁咽了一下口水 用颤抖着的手 抓住了我的胳膊 改姓云就改姓云 我说 好 云子宁听见我的回答 泻了一口气 随后蹲下身体 嚎啕大哭 我要考学 我要学法律 我要当大律师 云子宁不断地 重复着这句话 直到声音嘶哑 靠着我睡了过去 齐蒙来阳台找我们的时候 云子宁刚擦干眼泪 齐蒙没察觉异样 反而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怎么了 我问 齐蒙干咳了一声 将手机递了过来 上面是一段视频 你让查的 关于安于锦的是有头绪了 当年堵他的人 被我们找到了 这是其中一个路的视频 云子宁皱着眉头 靠了过来 点开了视频 不到30秒的视频 事情也不复杂 云子宁看完以后 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自己花钱找人 冒充咱们的朋友 然后让那些人 大喊大叫地拦着他 欺负他 安于锦这是图什么呢 齐蒙翻了个白眼 图什么 图琳朗拜 提及琳朗 云子宁拧了一下 齐蒙的胳膊 齐蒙善善地摸了一下鼻头 一时沉默 我把手机递还 给了齐蒙 我不想承认 在这一刻 我居然想起了 安于锦少年时的那张脸 想起来他握着我的手 放在他的锁骨上 告诉我秦吻不疼 告诉我他要当小提琴家 齐蒙还是没忍住 恶狠狠地说 当年就不该帮他 你为了他得罪了副校长 连学都上不成 后来只能靠自学 简直不值当 我有些迷茫 我被退学的理由是伤人 当时安于锦漂亮又温柔 引起了不少人注意 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不善的目光 当时他被人堵在厕所门口 有人往他的衣服里倒红墨水 我找到了他 拉着他就跑 赌人的人里有一个是副校长的儿子 他觉得脸上挂不住 在后面追了一段路 下台阶的时候 他够到了我的一百 我闪身躲开 他摔倒后 壮裂了鼻梁鼓 于是我成了罪魁祸首 我一跑成名 虽然退了学 但也使得后来 再没人敢对安于锦动手动脚 在我沉默时 云子宁无奈地拽了 拽其蒙 一马归一马 安于锦在那件事上属于受害者 当时如果是你看见了 你肯定也不会袖手旁观 其蒙不说话了 抱着手臂 靠回了栏杆上 自从我离开凌峰家后 安于锦再也没找过我 他删除了我的好友 拉黑了我的电话 我处理完手头上的事 拍拍屁股 去了林家的公司大楼 坐在一楼大厅的沙发上等他 我不请自来 把不太情愿的安于锦 带上了我的车 在看见车后坐坐着琳朗时 安于锦的表情更僵硬了 这个局是我传的 自然也该我打破沉默 我图一个简单高效 直接把奇蒙船给我的视频 放大音量播了出来 录视频的人不觉得 这有什么要紧 像是讲故事一样 笑哈哈地说完了一切 毕竟在别人眼里 这也许只是一桩少年时的意识 视频播完车中的空气 好像变得粘起来了 手机黑屏我呼出了一口气 误会解除我的朋友 不是欺负人的人 安于锦胸膛起伏的弧度有些大 他透过后视镜去看琳朗 而琳朗一言不发 安于锦那天之所以敢用 他曾经被我的朋友威胁做借口 反咬一口道得绑架我 要我远离和他有关的一切 就是因为他认为我不可能 为了这样一桩芝麻大点的小事 而大动干戈地去查探 而且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查又能查到哪儿去呢 可他还是看走了眼 他以为那座小城的人 已经天南海北不会再聚 可我们始终维持联系 事关朋友的清白 哪怕芝麻那么小的事 也是大事 我们是城中夹缝里长出来的杂草 野心勃勃地在每一个角落里生长 只要肯用心查 又怎么会查不出来 在气氛越来越胶着 却无人说话时 我终于朝焦虑的安于锦开了口 不用担心 琳朗不会生气的 毕竟他应该早就看出来了 这是你做的 故意找人 在琳朗的必经之路上 打着我朋友的旗号堵他 安于锦挑拨的手段 并不是没有漏洞 那时候琳朗远比我们要成熟 更重要的是我对他毫无隐瞒 我的每一个朋友他都认识 我不信当时的琳朗看不出 赌人的那些人到底是谁 只要他当时问我一句 抑或是他上前质问一声 安于锦就会立刻被戳穿 可琳朗没这么做 他顺水推舟 在安于锦的暗示下 渐渐疏远我 随后和安于锦一起离开 奔赴了新的生活 最终搭上了林家的关系 起码从表面上来看 错都是我和安于锦的 他依然干干净净 安于锦浑身震站了一下 直接扭过头 盯向了琳朗的眼睛 琳朗习惯用沉默来表示默认 看到琳朗没有反驳我的话 安于锦语调都扭曲了 你早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装作相信我 不装作相信你 就没办法名正言顺的 甩下从前的一切 跟着你离开 也没办法让你一直心里有愧 离不开他 我在后视镜中和琳朗对上了视线 我说的没错吧 琳朗声音干涩缓缓回答 没错 安于锦尖叫了一声 狠狠捶了一下车门 指着我说 那你呢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是不是你们两个联手骗我 安于锦 是你们两个在欺骗对方 我只是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猜中了琳朗的想法而已 我三岁就认识了琳朗 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当年的她 在第一次看完这个视频的那一瞬间 我就猜到了 那时候的琳朗在想什么 她已经厌倦了仰望别人的生活 她要朝上走 不顾一切地朝上走 结果显而易见 她成功了 借着安于锦这股东风 毕业后的 她得到了琳家的扶持 如今已经能被人尊称 一声琴总了 多年来的自我欺骗 让她打心眼里 觉得自己才是无辜的那个 所以她才能再和我从逢时 毫无压力地对我说出那些指责的话 安于锦的心理防线 如同被洪水冲垮的堤坝 我那么害怕你们两个再有什么牵扯 怕你们再见面 我怕到每晚都失眠 所以才低声下气地去求你离开 可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 安于锦盯着我像是问我 又像是在问她自己 她冲下车时 狠狠甩上了车门 喷的一声 后车内再度安静 不去追吗 我问琳朗 没必要了 琳朗扯了一下自己的领带 淼淼 你恨我吗 真正该恨你的人是安于锦 琳朗看着窗外的绿荫 静默了一会儿说 我有时候会想起当年 你放在我书桌上的那瓶饮料 后来那种味道我找了很久 都没能找到一样的 烂红薯味 琳朗笑了一下 勾起的唇角连弧度都和当年一样 你果然还是不喜欢吃荔枝 现在我很喜欢 后来我吃到了很多不同品种的荔枝 才知道原来新鲜的荔枝 是没有烂红薯味的 琳朗的目光有些怀念 我不明白她在怀念什么 她不是最讨厌那些吃苦的日子吗 我按下车窗 在吸进两口新鲜的空气后 我提起了另外一桩饰 对了 其实当年你被老院长带进办公室 在外面偷偷砸碎她窗户玻璃的人是我 琳朗的运气不错 躲了几天后 她的外婆就找到了她 把她接走了 琳朗视线震荡唇半吸动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说过 那时候觉得不重要 因为不管当时被带进去的是谁 我看见了 就一定会这么做 而不是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是谁不重要 我做了才重要 琳朗俯身靠近 似乎想要看清我的表情 语气也急切一些 那为什么现在又要告诉我 因为我想报复你一下 我坦言道 就当做是我们彻底决裂浅 我的一点恶趣味吧 让你的良心稍稍不安那么一会儿 会选择跟着安于锦离开的 不过我猜 就算当初就和她说了这件事 她还是琳朗浮在我的座椅后背上 用着分不清是哭还是苦笑的语调说 渺渺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过 喜欢和讨厌 从来都不伪装 你成功了 你让一个良心都快没了的人 良心不安了 日光偏移 琳朗失魂落魄地下了车 我正要开车离开 琳朗却去而复返 敲响了车窗 车窗玻璃降下 琳朗递了一张名片进来 上面是我的私人号码 你可以随时找我 见我没有接过名片 琳朗有些失落但不多 紧接着又说 琳家现在很乱 别个琳峰了 跟我吧 名片掉进了车里 琳朗转身离去 我的脑子荡机了几秒 什么叫别个琳峰 我眨拔了一下眼睛 后视镜里映出了我的模样 挺翘的 下一秒 我的脑海里闪过了 琳朗看着我 开着这辆车时的异样目光 我的脑子通了 琳朗还没走远 人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乳腺节节 我直接下了车 急行几步追上琳朗 拍了拍她的肩膀 琳朗茫然转身 我给她一记左勾拳 随后又给了她一个过肩摔 我云渺渺 靠的是自己勤劳的双手挣钱 看着躺在地上痛呼的琳朗 我把名片丢回了她身上 理智气壮地宣告 处理完这些陈年旧事后 我给自己放了个架 逃去了农场种菜 原本想着得空了找琳峰玩 但一如琳朗所说 琳家最近乱得很 我也不好去添乱 只能时不时给琳峰 寄一些冷炼新鲜蔬菜过去 闲室的日子过了大半个月 突然有人找到了 正在啃萝卜的我 说有一位琳先生找我 我拍了拍身上的图 骑着小电驴 直奔这位琳先生的位置 还隔着十来米呢 我就看见跨越了一座城市的琳峰 正站在我熟悉的大树下面 少爷 我朝树音里的琳峰扬声喊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我没和你说过 我上班的地方啊 风吹乱了头发 我摘下自己编的遮阳帽 随手扎了个马尾 从车筐里掏出来一根 水淋淋的大萝卜递给琳峰 吃嘛 洗干净了的可脆了 琳峰接过萝卜 视线停留在了我的手背上 快递上有这里的地址 我今天有空就过来了 琳峰的语气听起来不太高兴 我顺着他的目光 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背 挺干净的 没什么不对 伤了 琳峰捏紧了萝卜对我说 你晒黑了 手也受伤了 我甩了甩手 前几天骑车摔了一下 蹭破了点皮 一点也不疼 看来你还挺喜欢这的 琳峰语气松了一些 不累吗 他要是唠这个 我可就起劲了 怎么会累呢 我拉过琳峰 带着他往高一些的地方走 少爷 你不知道这个农场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 这里很多员工 都是我老家出来的人 种植 种植 营销 运营 日常维护 直达线下店和合作餐厅 我如手加针 一股脑地往外说 等我反应过来自己话太密了的时候 琳峰正一脸温柔地叮着我看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撒开了抓琳峰的那只手 琳峰失落了一秒 随后咬了一口萝卜 看着远处的落日说 是挺脆的 能不脆吗 我亲手拔的 云渺渺 你是对每个人都这样吗 我只对朋友这样 朋友 琳峰侧头看向了我 我握拳轻轻捶了一下 琳峰的肩膀 真心换真心啊 少爷 琳峰洋装吃痛 又想要碰瓷 我一把掺住了他 他道不见外 整个人都靠在了我身上 云渺渺 你这样的性格会吃亏的 是吃了不少亏 可是一直也没能改掉 我朝前走了两步 看着天际越发壮丽的晚霞 阵壁高呼 那我就不改了 云渺渺要一辈子都做云渺渺 我丈量不出自己的声音传了多远 转头的时候 我看见琳峰眼里映着余晖 和我的身影 我被这一眼看的心跳突然加快 连忙梗着脖子 看向了别的地方 心里却嘀嘀咕咕 琳峰的眼睛还挺漂亮的 在琳峰成为琳家认定的继承人的那天 我终于知道了 琳朗为什么如此轻易的 就放弃了安于锦 因为在提醒我琳家生乱的时候 他就已经预估出 安于锦争不过琳峰 琳朗这几年顺风顺水 使得他的自信心无限膨胀 觉得自己靠的全是自身的本事 一个失去了价值的未婚妻 不结婚也没关系 琳峰度过了兵荒马乱的那段时间 便在琳老爷子的授意下 开始着手打压琳朗 理由十分粗暴 安于锦争不争得过是琳家的家事 但琳家绝不允许一个 靠着安于锦发迹的人 转头就把他抛下 这简直是在打琳家的脸 我也算是看清了 琳峰这小子一肚子的坏水 下其手来毫不留情 逼得琳朗恨不得退居一社之地 最后只能到追安于锦 恳求他的原谅 彼此欺骗又彼此依赖 然而成了一对怨侣 再度听见他们俩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二人结婚了 可刚过了两个月 琳峰就告诉我 安于锦开始闹离婚了 我摸不着头脑 问他发生了什么 琳峰表情难看 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 我眉头紧锁 一阵恶寒 你也看出来了 和我挺像的 琳峰咬了咬牙关 从前年开始就跟在琳朗身边了 两个月前被安于锦发现 现在一堆人闹得不可开交 琳峰前段时间刚知道我和琳朗 安于锦之间的纠葛 现在又看到这张照片 整个人都在反胃 安于锦说 琳朗对你念念不忘 我看未必 他就是喜欢年轻漂亮的 从年轻漂亮的里面 挑了一个和你有些像的 反倒显得他深情了 琳峰说完 我举双手赞同 少爷英明 在从逢前琳朗心中 我始终是配不上他的 所以他找了一个 长得有些像我 且拿得出手的人 用故作深情 来让自己的良心 好受一点罢了 琳峰说他喜欢我 这件事有些棘手 因为他发来这段语音的时候 我正在和朋友聚餐 我悟触了外放 整个包间瞬间寂静 面对着一圈犀利目光 我手忙脚乱地合上手机 企图找个地方钻进去 完抗了半小时后 我硬着头皮 拨通了琳峰的电话 琳峰 我的朋友们说 想要挑个时间 和你认识认识 琳峰瞬间答应 我下周二出完差 就来找你 包间里幽声一片 我捂住了听筒 挨个踹了一脚 隔了一会儿 琳峰的声音再次响起 淼淼 你怎么不说话 你在哪儿呢 我在餐厅 几秒后 琳峰在那头喃喃自语 又换工作了嘛 也没和我说啊 在餐厅做什么呢 刷盘子吗 还是厨师 在哄笑声响起来前 我飞速挂断了电话 捂着脸垂下了头 云渺渺 你在外头的形象 这么多变吗 细血的声音 从对面传来 我猛踹了说话的人一脚 摸着声调说 跑偏了 跑得太偏了 为了让误会不再加深 我打算在凌峰结束出差的那天 开着奇蒙的车 去机场接他 原因无他只因奇蒙的车柜 肉眼可见的柜 但天不遂人愿 我竟然收到了 林老爷子的邀请 在凌峰回来的当天 我先被人接到林家 我给凌峰发了消息 告诉他 他的爷爷找我去做客 他人还在飞机上 所以没有回复我 再度踏入林家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颤了一下 真在家里造了个大棚啊 我瞪大了眼 脱口而出 给我引路的管家 有些懒然 是家里的少爷 移栽了一排励志术在那儿 我的眼角抽搐两下 林少爷执行力挺强的 管家挂着标准的笑容 把我引到了林老爷子的书房 书房的红木陈列柜中 放着许多照片 其中也有安于锦 他站在舞台上 拿着他的小提琴 正在谢幕 老爷子招呼我坐下 笑容和蔼 不出所料 是因为凌峰和我的关系 他才主动找到我 闲谈了一会儿 打破尴尬后 我又看了一眼 方才留意到的照片 安小姐后来 怎么不拉小提琴了 他爸爸不喜欢 他妈妈一门心思地教他 讨好自己的爸爸 消磨了灵气 也就不拉了 我忽然想明白了 安于锦当初 为什么会紧抓着琳朗 一个从小没见过 自己父亲的女儿 被妈妈传染得患得患失 而自己的妈妈 看似温柔 却有着强烈的控制欲 不论他喜不喜欢 给了他 他就必须接着 父亲可以为了家业 抛弃他们母女 母亲可以为了讨好父亲 就逼迫他放弃梦想 安于锦就这样 被撕扯着变了形 而琳朗又实在演得太好 演得够久 事事都以他为先 抓住他 也许就像秘水者 抓住了浮沫 琳老爷则是个人精 对待人精海 是的诚恳 不是对手 那自然可以当伙伴 在书房待了两个多小时后 原本紧闭的房门 突然被人推开 我正在和琳老爷子握手 下了一个机灵 手上力气重了些 捏得老爷子倒吸了一口气 琳峰步履匆忙 身上还笼着长途飞行的疲惫 一步一步 像是踩着刀刃一样走了过来 琳峰盯着我和老爷子 握在一起的手 直勾勾地发问 你们在干什么 谈合作呢 我回答 合作 琳峰笑了起来 笑意却不搭眼底 整个人看着都快要碎了 多少钱的合作 挺多的 秒秒 琳峰紧盯着我的眼睛 还得他不要合作 还什么 琳峰 你怎么了 我靠近了一些 不碰不要紧 一碰才发现 琳峰的手都是冰凉的 琳峰反握住了我的手 不要合作 我有钱 我有很多钱的 我一边安抚琳峰 一边不明所以地 看向了林老爷子 老爷子似乎有些尴尬 让我带着琳峰 坐下说话 琳峰几倍挺得笔直 不但不肯坐 还把我拽到了他的身后 当年你就是这么合作 用钱赶走了安于锦的妈妈 现在你还 就要用同样的方法 买断我和云淼淼的感情吗 我的脑子嗡了一声 琳峰 你误会 淼淼 别怕 我不是我爸 我现在就带你走 林峰死死抓着我的手 转身就要离开 最后被林老爷子紧急叫停 小峰 爷爷问你 你了解云小姐吗 林峰紧抿着唇 沉默片刻后回答 你们只教过我调查人 没教过我了解人 但我没有调查云淼淼 我在自己学着去了解她 虽然还不够多 但我会花一辈子去学 去了解 我要和云淼淼 真心换真心 也不知道哪个字触动了我 我鼻头竟然酸了一下 我改换了一下动作 和林峰食指相扣 感受着她明显放松了一点 林老爷子粗粗地叹了一口气 一下子好像老了许多 爷爷是真的在和云小姐谈合作 林峰冷笑 我知道是真的 老爷子塞帮子都紧了 我的意思是 我在和这位云总 谈扩建工厂的合作 林老爷子注资十分大方 不过我也知道 他本身对这桩合作不感兴趣 而且就算要谈 他其实也不必亲自出面 老爷子主动找我的大半原因 还是为了消除和林峰之间那层 因他父母而起的无形隔阂 林峰的父母 是林老爷子一手撮合的婚事 貌合神离 压抑了许多年才离婚 他们有话要说 我主动离开了书房 跑去观察林峰栽种的栗枝树 小半个小时后 林峰找到了我 爷爷他调查过你了 林峰哑着声音 我正在修剪之夜 文言点了点头 猜到了 能理解 林峰陷入了沉默 他好像又要碎了 我放下圆一剪 腾起了林峰的脸 少爷 你怎么了 是觉得我骗了你 所以不高兴吗 林峰摇了摇头 你没骗我 是我自己没反应过来 无论你是打工狂人 云淼淼 还是做生意 办公厂的云淼淼 我都喜欢你 我更加不解了 那是怎么了 爷爷刚刚说 林峰有些艰难地 咽了一下口水 随后竟发出了一声哽咽 说你以前吃了很多苦 就因为这个呀 我失笑 淼淼 对不起 我在那天晚上 不该逃回家 我吓到你了 虽然林峰与序混乱 但一直云里雾里的 我终于弄清楚 他为什么会这样了 看来是林老爷子 把我在孤儿院里的事 都查了出来 也和林峰说过了 也好 早说早清楚 毕竟我是真的当过林淼淼 林峰一门心思的自责 我哭笑不得 揪着他的脸正重道 你也是被人下药了 只是怪不到你身上 是我吓到你了 林峰眼圈通红 我也砸晕你了呀 扯平了 我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惯了 所以林朗在听到林峰说我胆小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觉得我在骗人 但天地良心 我的确有害怕的是 心理障碍没那么容易摆脱 所以在林峰要性发作后 靠近我的那一瞬间 我的四肢都僵成了铁棍 好在最后解决的还算顺利 林峰的脸被我揪出了浅浅的红痕 我暗存了一句自己用力失当 又偷偷给他揉了揉 苗苗 我是不是给你留下阴影了 林峰完全没留意到 我的手在他脸上作怪 我思考一下严肃回答 没有阴影 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毕竟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你 就在见义勇为 虽然一过去就被人一拳打出了鼻血 但是勇气十分可嘉 值得欣赏 林峰一别嘴 弯腰将脑袋埋在了我的颈侧 毛茸茸地头蹭的 我直发痒 我拍了拍林峰的后背轻声说 早些年我的确有些倒霉 但现在运气还不错 居然能遇见一个喜欢自己 自己也喜欢的人 林峰抓狂了一早上了 衣柜里的衣服被他试了个便 在他站在试衣镜前 想要打电话给助理 让助理在送几套新的衣服过来时 我一个见不上前 夺走了他的手机 你现在穿的这套就挺好的 我一脸诚恳地说 林峰苦着脸抓了抓头发 真的吗 可我觉得哪儿都不对劲 林峰哀嚎一声 把自己摔在了沙发上 不都说丑媳妇见公婆 才会紧张吗 本少爷又不丑 而且见的是你的朋友 为什么我会这么紧张 我也把自己摔在了沙发上 和林峰并排摊在一起 没办法 谁叫他们是我自己选择的亲人呢 躺了一会儿后 林峰凑过来 不由分说地亲了我一下 壮实断腕般站了起来 听你的就穿这套 这次我和林峰去的地方有点远 他直接跟着我回了老家 林峰练了一天的假笑 在看见由奇蒙领头 后面跟着五个人一起拉起来的巨大横幅时 林峰彻底破了弓 横幅上八个大字 欢迎少爷丽丽指导 我眼前一黑 幸好被林峰及时扶住 我还在担心林峰尴尬 没想到林峰双眼发量大为感动 太有气势了 太贴心了 举横幅的人好似遇见了知音 一项话比较少的周薇 罕见地主动搭了茶 本来还想找个武士队的 但是人家荡期满了 林峰朝周薇投过去了欣赏的目光 下次周薇了然 稳重地点了点头 下次一定 看着一见如故的两人 我的眼前又一黑 牙都快咬碎了 有你们真是我的福气 隔天我们一行人去了牧园 林朗外婆和云子宁爸爸的忌日 隔得很近 所以这些年 我们都是挑一个时间 聚在一起 同时祭拜两位长辈 牧园人少 我们这扎堆的一群人 格外瞩目 站在墓碑前 我回想起了 当年外婆答应收留我的时候 用那双有些干瓁的手 摸着我的脸和我说 那就留下吧 街坊邻居都是好人 总归是饿不死的 静默两久在离开前 我的脑子里闪过了很多话 最后想了又想 对着外婆的墓碑敲声道 外婆 这些年 我经历了很多个跌进深渊的日子 能撑下来 全靠友情 林峰应是听见了我的话 帮我理了李维金 捂着我的手 拉着我走进了朋友堆 一群人一边聊天 一边往外走 墓园外面是长长的阶梯 在看清不远处 沿着阶梯朝上走的人后 刚刚还有说有效的人群忽然安静 下方抱着花束的林朗 也有些尴尬地停住了脚步 这些年 她没来击败过外婆 如今我已经和她撕破了脸 她不再担心撞见我 所以 今年才回来了 一回来就遇见 我都感叹了一声 造化弄人 前段时间 安雨景和林朗离了婚 分走了林朗一半的财产 两个人荒唐收场 耗费了大半精力 离婚后的安雨景战斗力猛增 在林家家宴上大闹一通 从上到下对了一遍 说林家就是个内里烂透了的金玉窝 看起来光鲜 实际上没一个正常人 所有人都在缔造悲剧 唯一侥幸逃脱了安雨景独嘴的 只有林峰一个 当时她正在果园和我刨坑 收到管家的消息后 林峰想了半天说 这些年第一次见她说真心话 那儿的确是个烂透了的金玉窝 所以林峰宁愿一个人在偌大的别墅里 像个幽灵一样独居 也不肯回老宅住 安雨景骂完后 拖着行李就走 独自去了其他地方生活 连安阿姨都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 而林朗那头财产缩水 加上客户流失 更是称得上一句焦头烂额 曾经的朋友 如今的陌生人就在面前 迎头撞见必无可避 短暂的沉默后 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无事 继续刚才的话题 有说有笑地走下了阶梯 林朗也迈开了步伐 一上一下精卫分明 不会再有半点关联 在路过林朗旁边时 周薇忽然伸手 将我拉得离林朗更远了一些 渺渺 不要再和这种人来往了 这种都是没前途的渣男 周薇的声音不大不小 正好能让林朗听见 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当年周薇趴在墙上和我打招呼 林朗也是用着同样的话 让我不要和周薇来往 周薇不是个小心眼 唯独这件事 她借了许久 后来她重新入了学 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我和齐蒙 挺着胸膛说 我不是混混 我会好好学 咱们得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齐蒙也知道这件事 在听到周薇一有所指的话后 掐了一下周薇的胳膊条笑道 平时不出声 一出声就往人心窝里扎呀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 林峰听得一头雾水 偏过头问我 周薇刚刚的话 杀伤力有这么大吗 我看见林朗的脸都紫了 我挽着林峰的胳膊 和她同频迈下了十街 这件事得追溯到很久以前了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慢慢说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